照片中这个漂亮的姑娘名叫许华山 她是开国上将许世友的三女儿 也是一名又美又撒的女飞行员 曾是老将军的骄傲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之娇女 却因被初恋男友抛弃 终身未嫁 许华山的初恋是谁 她又为何会终身未嫁 百度一下许华山 咱们接着聊 许世友将军一共有七个子女 其中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前几个子女都参军了 到了三女儿许华山这里 老将军便不想让女儿再参军了 原来许华山是许将军 众多子女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许世友原本是想让三女儿 考大学或是学学艺术 总之不能再当兵了 可惜天不遂人怨 许华山在一次体检中 被空军选中 成为了一名女飞行员 要说其他兵种 许将军还真有可能不同意 和许华山是被空军选中了 还是稀有的女飞行员 这让许将军感到脸上格外有光 最后还是同意了女儿当兵的请求 可见再强势的父母 也是拗不过孩子的 不光在事业的选择上 在感情问题也是如此 许华山进入空军后 认识了同样在空军工作的林立国 林立国长相帅气 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最重要的是 他是林帅的儿子 和许华山一样都是红二代 两人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很有共同话题 许华山无可自拔的爱上了对方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田普 田普也很满意林立国 多次撮合女儿和林立国接触 希望能促成一段良缘 但林立国却态度暧昧 一直对许华山若即若离 不接受不拒绝 就这样吊着他 许华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他还以为自己是遇到了深爱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段恋爱中 并幻想着以后和男友一起结婚 然而迎接他呢 却是林立国的无情抛弃 原来林立国其实并不喜欢许华山 他只是迫于许华山的身份 这才半推半就与许华山走在了一起 张宁出现后 林立国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 想都没想 马上断绝了和许华山的所有往来 这让许华山陷入了痛苦之中 他实在是不明白自己是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一向悠久的他会被男友抛弃 这件事自然也被许是有夫妻之角了 无论是许将军还是田普都十分的生气 林立国敢这样做是根本没有将许家放在眼里 当时张宁还在南京军区 叶群想要调未来儿媳妇来北京 但田普是死活不松口 非要给女儿出了这口恶气才算完 据张宁回忆 叶群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趁许是有和田普出差时 偷偷将他的档案调走 他这才被林立国偷到了北京 这之后林立国再也没敢去过南京 用叶群的话就是 田普正愁抓不到你呢 你要是敢去南京 许和尚就能把你扣在南京 后来林家出世 林立国命丧黄泉 田普无比庆幸女儿没有嫁给林立国 许华山却变得沉默起来 无论父母如何劝他 他都没有再谈过恋爱 更不要说结婚生死了 有人说许华山不结婚 是因为忘不了林立国 好好的一个女孩就这样被耽误了 但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 许华山没有结婚的主要原因 或许是因为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当中 据悉许华山在退伍后选择下海经商 他事业做得非常成功 一度成为了美国某航空公司的总裁 这样一位女强人 没有时间恋爱结婚也是正常的 大家不用将所有原因都归因到林立国身上 退休后的许华山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 他亲自走访了很多革命老区 还曾替父亲为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扫墓 这本父亲就是许华山根据许氏友将军的真实经历所创作 这也是他作为女儿献给父亲的最后一份礼物 大家对许华山的感情经历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